这个人虽然一直伤害你 攻击你 你都不敢一点点恨他 抱怨他 反而还要去思维他的痛苦 要故意这样培养 不然的话我们的这种自然的悲心就开发不出来 我想一个小孩子在哭 妈妈自然就过去抱他 这个叫不由他教 这个跟他宗教没关系 但是如果一个人虽然他是说 他是菩萨 他在修菩萨道 结果看到有众生受苦 他故意逃开 他已经没资格叫菩萨了 这个叫假明菩萨 所以第三 一切友情我应救护 这就是责任了 所有众生在轮回都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救护对方 这才叫大悲心 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 但是各位要故意的去吸收对方的苦难 而且真是想要帮助对方 要一直培养 一直培养 就像我们生命协会在 给浪 所以我每次去到对那些男人慈悲 对那些女人慈悲 对那些爱吃榴莲的更要慈悲 那你不能讨厌 然后那些被吃的动物你要慈悲 然后你要想尽办法 每一个店你要对他慈悲 希望他们发财 有世间法慢慢希望他们走入佛法 然后我们生命协会旁边有很多不同的寺庙 不同的宗教也有道场 你都不能排斥他 你要故意 希望你们更好 你要故意的 慢慢慢慢养成一种平等心 而且最好各位 你还有护法神告诉他 护法神你帮助我 如果哪一天我不慈悲了 你提醒我一下 就叫提醒你一下 让你突然很痛苦 让你突然如何 因为人的惰性 习性 它很容易就过去一样 那要很严格的去 所以护法 就是护你的正法 如果你真实要这样做 他一定帮你嘛 你不要还老前的问题 世间法的问题 这是护法的责任吧 我们只要保持这个真实要做的 自然就成就 4567 我们点一下 是 第四 不令他人得其便 这是什么意思 不让任何人影响你的慈悲心 我是这样解释 今天有人真的害你 伤害你很重 那你还是要保留他的 对他的悲心 就像魔来干扰释迦牟尼佛 佛陀并没有失去他的悲心 佛陀依然对这些魔王 生起慈悲三昧 所以叫 不令他人得其便 如果各位你要抱怨 你有一百个借口去抱怨别人对不起你 伤害你 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就像很多人说 现在佛教乱了 现在末法 我说你讲这个意思是 灰心 这个世界再怎么黑暗 一个小小的灯光 就可以让它 大家看得到你的亮度 这个世界是我们修慈悲心 最好的祝愿 所以不能灰心 要永远有信心 而且这个人再怎么不好 现在度不了他 跟他结个缘 种一个种子 就像那个 维托菩萨将来成佛了 这个世界穿过出家衣服 穿出家衣服 是杀人放佛 去强奸女人的 将来他成佛了 他负责度他们解脱的成佛 没有一个出家人 会被舍弃的 所以我想时间的问题 因缘的问题 而不应该去舍弃对方 但是不舍弃对方 并不是说 你永远要跟他在一起 佛陀教我们要远离恶之事 这个修行人 他是私心的 心不对的 你还是要远离他 但是不能舍弃他 你要永远对他 有悲心 回向给他 而不是内心里面讨厌他 不要这样 如果你内心讨厌对方 那你就伤害到你自己了 第五 大悲者能做方便 承办一切 助菩提顾 所以 慈悲心的人 你要用各种的方法 来圆满承办一切 帮助自己跟众生 圆满菩提的方法 所以慈悲不是说我好心 好心你不会煮饭 那就好心 那么饭菜那么难吃 不管你用慈悲心 但是你要把事情做得圆满 这个叫大悲要有这个方便 我想各位 我经常有时候看电视 我很喜欢看那些主持人在讲话 特别那些大型的奥斯卡金像奖 人家讲话 很多人喜欢听的 而且有那个技巧 一个新闻评论员 他有那个变才 只是他跟我们动机不一样 这样而已 但是你不能说 那个没用 没用口才都比你好 没用 外表都长得比你帅 人家做影星 只是因为他有这个福报 但是他没有拿来用 这样而已 他叫损福报 他在利用他的外表 利用他的能力来赚钱 那就损掉了 那我们虽然讲悲心 尤其这个时代 那更要有善巧方便 现在有网络 现在有各种方法 我想印度人拍的那一部 佛陀联系剧 各位看了没有 也非常好 但是它是站在解脱道来拍的 至少很多部分还是很好的 那在这一点 我们随喜功德 所以我们现在就请人家翻了 翻了各国的语文 希望他们能够看到 那哪一天能够拍一部 包含所有佛陀的教法 解脱道的 大称的密称 融为一体的佛陀传 这样就可以接触更多的众生 第五 大悲能悟 无私自然自顾 各位很重要 慈悲自然开悟 有些做事情 为什么做不来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有大悲心 无私自悟 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做 就像各位 你要看广告版 法行 寺庙 不管佛法 你有悲心 你就能够找到那个重点 所以大悲心能够开悟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悲能悟 无私自然之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无私自然之 代表我们大悲心不够 那你会被卡住 第七 大悲能除一切自心烦恼 随顺有情 为饶一顾 所以当你内心有烦恼的时候 你只要去慈悲 你内心烦恼就不见了 光明一出现 黑暗就消除 所以一起大悲心 这些自私的烦恼就不见了 而且大悲心 能够随顺有情 为饶一顾 这个众生需要什么 我们能够随顺 这一点最强的 我接触三顺佛教 南传 汉传 密称 我都接触 这汉传佛教这一点做得最好 随顺众生 他需要什么 你就给什么 那密称佛教里面 可能功课太多了 还没办法 因为他们每天要修 要闭关 所以他世间法不懂 但是在修法 真的是很圆满 很认真 但是他没有办法 这么善巧方便 南传佛教呢 戒律很严 有时候必须很多事情就格格不入 但是也有他的好处 但是现在要三个我们都抓住了 所以因为有悲心 就会体贴对方 随顺友情 为了利益对方 怎么去做 是最方便的 要不会卡在那边 翻过来 八九十 念一下 第八 大悲能护有情故 大悲所度有情 无有量故 九 大悲不舍 贫穷 诸众生故 为诸有情 心无悔故 十 大悲能令 自他一切善根 皆得成就 诗则名为大悲无量 大圣离去六波罗蜜多经 所以这部经 各位最好请来看 下回我们也会印 它地藏经的三倍吧 两三倍而已 但是里面 把这个大称的六波罗蜜 就像这样详述了 非常的圆满 而且一条一条 很清楚 第八 大悲心 能够让我们保护 所有众生故 因为这样 所以大悲心 所度的有情 就无量无边 因为你只要活着 你就在关心 整个有情众生 因为你用大悲心 所以 刚刚一开始有讲 佛法是心法 要把这个 不好的 不圆满的心调伏 然后开发出悲心 那如果你用来悲心 那你就改变了世界 改变了你自己 所以有这个大悲心 谁都会欢迎你 自然欢迎你 那你就能够帮助对方 那我们 学大圣佛教就是要 广度有情 所以你只能用大悲心 所有众生才会 接纳你 而且你能够帮助他 第九 大悲不舍贫穷 注重生故 没有钱的 没有佛法的 因为有悲心 我们不会舍弃对方 舍弃对方就违背 菩萨界了 为诸有情 心无悔顾 所以菩萨为众生 不断地来大悲 轮回 他不会后悔的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 你看到老公 你要跟老公 他说什么事 我没有后悔 嫁给你 OK了 为什么 慈悲 慈悲 所以 而不去看对方的缺点 你要讲对方缺点 讲不完 所以因为这个世间 本来就不圆满了 但是因为不圆满 让我们可以去修 一个圆满的慈悲 圆满的智慧 跳过来 请翻到194页 我们大家都归一三宝了 然后 站在大乘佛教 什么是真正的 归三宝 所以这里面 佛跟一位 仪学长者 讲了这个 在家菩萨的 归佛 归法 归身 非常重要 我们一段一段念 再来简单解释 第六 长者 在家菩萨 成就四法 归一于佛 何等四 一 不舍菩提心 二 不费 劝发 菩提之心 三 不舍 大悲 四 于 余圣中 终不身心 所以佛陀说 在家的菩萨 成就四法 真正圆满 归一佛 那四个呢 第一个 永远 不离开 菩提心 不舍就是 就是 不一气 不离开 所以各位 你做什么 都是为了 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成佛 以这个动机 去做每一件事情 当愿众生 所以菩提心 是一切的要点 很多人说 哎呀 师父 我大悲咒 念了一千遍 怎么好像 还在生病啊 哪里还没好啊 我说 你又没有 一千遍的菩提心 你念大悲咒 是应该跟观音菩萨 同行同愿 同心 这种大悲咒 这样 至少 平常你做不到 但你在念的时候 你要想 我就是观音 观音的心 观音的行为 观音的愿力 那就是菩提心 那你要 慢慢念习 也是念习 就像说 现在你不是皇帝 但是你要当做 你是新加坡的皇帝 你要去关心 所有老人厌 每一条公路 河边 这些商店 怎么办 都是你的责任 你要 为他们好 你要有这个承担 那这个叫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什么 所有地球 所有众生的 生老病死 所有地方的 好好坏坏 都是我的责任 有情无情 都是我的责任 而且要让对方 更圆满 那这个叫 菩提心 那简单的说 归佛 你不能再归自己 你不能再归 我要 我不要 所以叫 归佛 发菩提心 消除 自私贪心 你有自私贪心 这个我指 菩提心就不见了 所以 那各位要 要念习 让自己 安住在菩提心 那当你有 大杯菩提心 你会发觉 那当下的 我就在空性里面 那可能我们 没办法做到 三昧 二十四小时 分分秒秒 什么叫金刚秤 什么叫密秤 密秤就是 时时刻刻 保持在空性菩提心 叫密秤 这样意思吧 所以他们 闭关修仪轨的时候 或说 我一直强调 外表变观音 身音观音 心事观音 这个叫密秤 那我们 修大乘佛教 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不舍菩提心 分分秒秒 所以各位要念习 一个月六天